美国中期选举将至截至上周五官方统计 已有超过1750万张选票被提前投入投票箱 且预估提前投票的数量已经赶上了2018年中期选举 然而现在就说本届中期选举会创下投票人数新高可能为时尚早 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2020年的选举结果对选民投票行为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止佛罗里达州和德州分别统计出超过200万张选票 且加州的提前投票数字也接近190万 而乔治亚州的选票数字也已经超过130万张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佛罗里达州政府统计 共和党收获的选票已经小幅领先民主党 呈现41%对40% 相较之下两年前的提前投票情况刚好相反 当时民主党收到了43%的选票 共和党则为35% 在2018年现任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对手最终获选州长 今年他寄望能够连任 还有州资深参议员卢比奥则力拼第三届任期 他们是否能获选 结果将在11月8号揭晓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